满清贵族知道 只要一搞内阁 他们的权力就要变少 实在舍不得阁自己的命 满清那么多怪异的现象 各种荒唐事情 归根结底 是满清不愿意放弃 对汉民的统治 一直在历史潮流中反复挣扎 才出现的诡异情形 这篇文章 不仅仅是为了告诉大家 推翻满清有多么不容易 而更是为了告诉大家 中国一点点完成革命 有多么不容易 慈禧死后 朝政落在了幼皇帝溥仪的父亲 25岁的摄政王 在风的手里 在风早就看袁世凯不顺眼很久了 确切地说 是整个满清贵族 早就想搞袁世凯了 你原胖子想做曹操 真当我们看不出来吗 在慈禧去世前三年 1905年时 蜻蜓派在泽 端方等五大臣 满地球跑了一圈 去研究国体怎么搞 觉得只有立宪一条路 可以解决满清问题 可以皇位永固 外患渐轻 内乱可米 看来看去 觉得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最好 决定学习 日本的模式 这个事情一直慢腾腾地搞 推进得十分慢 因为满清贵族知道 只要一搞内阁 他们的权力就要变少 实在舍不得 阁自己的命 要一个人放弃利益 比较他放弃爹娘还难 而你袁世凯 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搞山头 直接威胁到了 我们满清贵族的利益 我们怎么会放过你 袁世凯知道在风想搞他 连上朝都不敢去 说是腿脚有毛病 得在家养着 在风跟军级大臣们开会 叫他们拟一道 杀袁世凯的上狱 清清王义匡和士夺都懵了 怎么上来就杀十权派 袁世凯对北洋六镇的影响力还在 杀了他 下面的军官可能滑遍的 作为慈禧晚年中 最忠义的汉人大佬托孤心腹 张之洞也强烈表示反对 理由是 朱少国疑 不可轻于朱戳大臣 张相帅平时不喜欢袁世凯 他嫌袁世凯没文化 但唇寒齿王 总得为汉人施权派留根独苗 再说这在风太年轻 一上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杀了袁世凯 保不准下一个就杀自己 因为张之洞的强烈反对和后期活动 袁世凯捡回了一条命 在风没有杀他 但说你不是腿脚有毛病吗 虚之为民 回去养病吧 你的军级大臣的岗位 交给满人纳同就行 1909年1月 袁世凯离开了北京城 临走前 他把在北京刚买的 辅学胡同豪宅 送给了段祺瑞 袁世凯心里头明白 只要他能收买这帮军官的中心 朝廷迟早还得启用他 袁世凯便假装在河南老家钓鱼 一边使钱贿赂京城要员 一边在京城散播铁梁谣言 离见铁梁和其下属良弊的关系 铁梁被迫辞职 清廷又是了一名干将 失去慈禧制衡技能 和铁梁铁腕手段的满清贵族 开始一路作死 从1904年 体量干翻东南的汉人财权 到1909年 干翻袁世凯的北洋军阀 整个汉人官僚集团 都只是在忍受观望 是因为他们总觉得 国家立了线之后 还是有些希望的 只要开国会 总会给汉人官僚分歇股权吧 但到了1911年5月8日 清廷公布了第一届 十三人内阁名单 几乎全是满清贵族 只有四个汉人 担任不重要的工作 纯粹意思一下 地方的汉族官僚们十分失望 因为这个皇族内阁 会剥夺他们上奏皇帝的权利 各省也会由内阁统治 现在财权 军权 地方任命权都要被剥夺 汉族官僚们没得选了 掉头倒向了革命党 为什么慈禧才死了三年 清廷马上就倒台 是因为慈禧在任上时 懂得忍让 懂得在合适的条件下 分权分钱 不把事情做绝 这就是制衡 而这个立宪工作 彻底断绝了汉人官僚的希望 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 满人是不会让出任何利益的 只有干他X的了 我看到有些观点 这时候的满清贵族 最好的退出历史舞台的方法 就是让出大部分权利 让汉人执政 还可以抱着金钱和民望过日子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因为辛亥革命后 满清贵族不就是这么干了吗 只要钱和名利 让我待在紫禁城就行 但还是被赶走了 满清贵族无法全身而退 这是因为 他们得天下本身就不正 不像大明那样充满群众认可 而只是官僚认同 满清贵族也是清楚这一点 所以死抱着利益 绝不撒手 那就彻底翻脸吧 1911年9月 四川爆发保禄运动 同盟会还在荣县搞独立 吓得蜻蜓 赶紧调湖北端方的新军 前去镇压 武昌空虚 新军里的革命党就打算起义 本来打算10月16号开赶 结果10月9日 配置炸弹时不小心发生爆炸 被俄租界寻补赶来 搜到革命党名单 起义文告 转交给湖广总督瑞成 瑞成要关门抓人 新军一看算了 提前干吧 10月10日晚上 便抢先起义 一炮打响 干翻了清廷总督 成立了湖北新政府 新军本来是清廷练出来的军队 怎么就反了呢 前面说过 慈禧搞新政 每年一万多人跑去日本留学 而日本那边全是革命党 早就受了革命的熏陶 参加了同盟会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又参加新军 成为中下级军官 当时全国新军总人数为24.1万人 其中南方的同乡会就有9.5万人 他们几乎都参加了辛亥革命 这些人思想活跃会搞宣传 上上下下早把新军渗透得跟个筛子似的 逐渐使新军革命化了 蔡厄 严锡山 吴露珍 许崇志等等 就是在武昌起义后 在各地发动新军起义的 满人意图培养的新军 最后成为第一个 朝他们开枪的人 这就是一个悖论了 满清接受现代文明 会发生排异反应 速死 不接受现代文明 那就是慢慢被人捶 也得死 满清那么多怪异的现象 各种荒唐事情 归根结底 是满清不愿意放弃 对汉人的统治 一直在历史潮流中反复挣扎 才出现的诡异情形 武昌起义发生后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全国湖南 广东 陕西 浙江 福建 山西 广西等15个省份宣布起义 个个都说自己是革命党 不仅新军要独立 汉人官僚也要独立 武昌起义的规模 比太平天国 比辽军的规模小太多了 怎么就这么一下 马上全国形成 摧枯拉朽的局面呢 怎么就有人戴个头 一点就炸了呢 因为贾利县一出来 各省汉人官僚 就对满清彻底失望了 渣男 一直在玩弄我们是吧 满清是每年政府 几千万两白银的赤字 使他们抢夺汉人利益时 下了死手 又不懂平衡 财权军权都想要 汉人官僚 不想跟他们过日子了 一句话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武昌起义的发生是偶然的 但革命党的成功 是必然的 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后 清廷急得直挠新窝子 想叫北洋六镇去镇压 但军队居然不听调动 这伙人只听袁世凯的 急得再疯 让袁世凯老下属 阮中书带去诏书 任命他为湖广总督 还叫庆亲王 血信安抚还在钓鱼的袁世凯 误介意救世 迅速出山 拯救世界和平 当初要杀我的是你们 现在来求我的也是你们 袁世凯哪里会轻易答应 钓起来卖 开出六大条件 前四条是团结人心 分别是召开国会 组织内阁 释放政治犯 解除党禁 后两条是掌控实权 分别是要全军的指挥权 和充足的军费 再封本来不肯答应 没想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这是把蜻蜓放在火上烤 再封一咬牙全同意了 袁世凯这才说 好了我的腿脚没毛病了 可以出来打工了 1911年10月下旬 冯国璋带北洋六镇军队 进攻汉口刘家庙 打得革命军惨败 汉口汉阳陆续失守 但袁世凯突然命令 冯国璋别打了 开始跟革命党开始秘密谈判 最后达成协议 只要袁世凯能让青帝退位 就推举他做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这次出山 当然不只想官复原职这么简单 他要的是最高权力 袁世凯曾说 满清就好比是一棵大树 不是摇一下就会倒的 你得来回摇 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 袁世凯回头在清廷这边一番操作 叫北洋军官联名通电朝廷 要求清帝巡位 建立共和 清廷一看大势已去 不可能再把这些独立的省份要回来了 只能要了些优待条件 同意巡位 1912年2月12日 龙玉太后代行颁布退位诏书 满清276年王朝结束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大清就此灭亡 其实武昌起义时 革命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袁世凯掌握了主动权 压着革命党的军队打 这时候要不要结束满清王朝 也是袁世凯所占权中最大 这也是袁世凯为什么能窃取革命果实的原因 那孙中山黄兴他们所做的贡献不大吗 辛亥革命不伟大吗 不 孙中山依然是伟人 辛亥革命依然非常伟大 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 必须是内外两股力量一起行动才可以 从曾国藩李鸿章 一直到袁世凯属于内力 而孙中山黄兴属于外力 革命党带来的不仅仅是推翻一个王朝 以给全国人民带来全新的认知 使全国人民意识到 不能再被一个满清封建王朝所统治 要寻求一个新的国家体制 大清是必死无疑的 因为大清的存在一直是反时代潮流的 满清为了方便统治 一直在愚化汉民 压低汉民的经济条件 使大部分民众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 知乎作者 征荣岁月曾谈及他们湖南某县的县制记载 清初顺治年间 他们县有十七所私厨 到千龙年间只剩一所 谁不禁允许开设私厨 展立绝 家学所授课业 不符合者 展立绝 导致他们县文盲率 降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俩村人口五千以上 找不到一个会写名字的人 平均十字率不到千分之一 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 摧毁了满清的基层统治 乡军将领回乡办学 他们县的私厨 才增加到了一百多所 根据18世纪的 中国与世界农民眷里的记载 中国普通农民家庭 一年的收入平均是32两 而一年支出平均是35两 满清一直在刻意通过 深达农村的保甲制度 使农民们不会流动 以能成功控制农民 永远保持微弱的赤字 每年三两银子的赤字 让农民们无法进入小康生活 永远在为了生计忙碌 满清要的是中国民间 永远保持愚昧与贫穷 这样他们才能 世世代代江山永固 义和团这种现象的本源 是人民愚昧吗 不 本质上这是满清刻意管理 造成的结果 满清通过联谊蒙古人 拉拢汉族地主军事集团 分享权力和利益 来控制全中国 他们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 精心研究了统治方式 用文字域 保甲制 渔民化 农村赤字 牢牢掌握中国 我在《当帝国衰落史》里写过 为什么他们知道工业革命 却拒绝工业革命 是因为他们的权重永远是防汉 甚于防羊 本来他们确实做得挺成功的 但不想有一天 羊人闯进来了 做得他们鼻青脸肿 他们就分出一部分利益给了羊人 想和羊人一起再继续统治汉人 但是在分利益的过程中 动了汉人地方官僚 地主武装阶层原本的利益 加上革命党的觉醒 终于让满清走向了灭亡 今天我花了四个月时间 写下这三万多字的大清灭亡史 从1811年写到1911年 其实并不只是探讨大清这一个话题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三股势力 分别是满清贵族 羊人 汉人地主武装势力 其实这三股势力 就是我们这一百多年来 要推翻的几座大山 分别代表民族压迫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袁世凯去世后 留下的那帮鬼军阀 就是封建主义的残毒 后面日本侵华 就是帝国主义的残毒 只是在动手解决帝国主义 与封建主义前 我们要先动手解决 民族压迫问题 所以大清必须死 回过头来 我们再翻一翻 全世界另外两个 与中国境遇 颇有些相似的国家 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 一个是印度 这两个国家 就是典型的没有完成革命 使国家土地无法光复 地主无法推倒 帝国主义 还笼罩着他们的天空 我写下这篇文章 不仅仅是为了告诉大家 推翻满清 有多么不容易 而更是为了告诉大家 中国一点点完成革命 有多么不容易 中国的革命史 就是全球落后国家里 最光辉灿烂的革命史 也是完成的 最彻底的一部革命史 那么多先烈 曾经站在最黑暗的深处 站在中华文明的最低点 他们摸索着 带领人民走了过来 经历过多少磨难和屈辱 才重新建立了一个 伟大的国家 让我们向所有为了革命 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致敬 为了让中国重回世界之天 不顾自己性命而拼搏的 先辈们致敬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们会让它将来变得更伟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